新加坡建在柔佛的林贵水坝水位下降到了历来的最低水平只剩下43% 环境级水源部长马善高今天走访柔佛林贵水坝后指出 假设干燥天气持续我国也可能受影响可能需要限制非关键性用水 低降雨量导致柔佛林贵水坝的水位下降到了低水平引起了关注 马善高今天在Facebook上指出水位已经从8月份的55%下降到了43% 马善高说低降雨量影响了新加坡和柔佛的水工 柔佛多处现在已经在实施制水措施 如果干旱天气持续新加坡也会受影响 我国的海水淡化场和新生水场等已近乎全面运作 马善高表示希望12月份的东北季后风能够带来更多雨水解决水工问题 如果水坝的储存水位无法恢复 新加坡必须要做更多的来省水 包括限制一些非关键活动的用水 比如说洗车和浇灌植物 温暖了六för非关键活动的击点 在这种虎里 alerts